此不真 每日灵修 经文 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分 终生都是这样 列王记下 二十五章三十节 这是上帝百姓的快乐写照 上帝的子民 要学会一天为一个单位 去承担责任 去享受一天所得 我们一天能吃多少 喝多少 睡觉也只要一张床 就能安眠 我们何苦像一般世人 在那儿你争我夺 而鱼我诈 为了多赚一些外快 而劳碌打拼 结果不但没有时间去享用 又为这些财富愁烦 怕贬值 又怕被人偷 被人抢 真是何苦来哉 贪得无厌的人 是不知感恩的人 且自找愁苦把自己刺透 当之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若上帝没有多给 也当知足常乐 像圣经中约亚经的例子 王给他的奉纪 供他一天够用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也够我们一天所用 而且上帝会源源不绝 供应我们 这让我们一辈子感恩不尽 亲爱的朋友们 在恩典的世上 你要够用一天的分量即可 你也不能多吃五碗饭 把力气存到明天 所以仰望上帝 祈求一天够用的恩典 借着上帝的话 重新得力 奔跑天路 弟兄姐妹们 你所需要的一切 都在耶稣里 无论是灵性的 物质的 上帝都会供应 只要你每天 来到他面前 这是何等快乐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